在花刀梯面布嶺村的山水西洋菜种植基地 种了80多亩西洋菜 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5月都有收成 这里出产的西洋菜 每一棵都经过精挑细选 在田里面 工人就会把黄叶撕掉 而这些菜饮的还是山泉水 基地这边是采用寒地种植的方式 而西洋菜又需要比较充足的水分 所以基地这边是设置了 每隔20分钟左右就会自动淋水一次 各位美姐都开玩笑地说 在这边摘菜就有点像打游击一样 基地的工人全部都是当地村民 早上7点左右他们就会过来摘菜 一天会摘8到9个钟 工费是1元一斤 多勞多得 摘8两斤 8五斤左右 20公分长 好像筷子这么粗 又轮了 这些杂菜有自由 可以钓骨头在家 梯面镇在三年前引中坎地西洋菜 打造了梯面山水西洋菜种植基地 既提高了农户的租地收入 又是周边的村民提供了 在家门口的就业崗位 西洋菜採摘下来就要进行保鲜等工序 下周到晚上就会陆续出火 总苗和原先的水培的总苗是不同的 一个月一某地收成大概是三千斤左右 我们这里是一批批去的 本来的菜都是供香港和当地少多 看面镇土地肥沃 加上有天然山泉水的灌溉 种出来的西洋菜 还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郑义和几个好姐妹吃过翻尘味 专门驾车过来买 因为这些菜好吃 又干净又企理又维生 又爽又甜口感又好 我们是开成一个小时车过来的 买了六斤了我自己 为何买这么多呢 给一些儿子和家婆 清甜爽口 它种植比较干净 水质水圆 吃过它没有渣挺好吃的 想着专程过来买一些煲汤 都适中不太贵 都是七元左右 基地这儿还研发了一些 西洋菜周边产品 例如西洋菜饺子 西洋菜包等等 大家不妨过来试试吧 主播记者黄药熙报道